有哪幾個Sector 有四個Sector 大家可以去看 第一個就是看用品股 不停地說說很多次 相對上都是很強的 今天來說就是安達 其實出了一些營運數據 除了之前幾隻出現營起之後 它就是什麼呢? 第二季的營運 安達的品牌 零售的今晚同比增長35%至40% Fila 其實也不錯的 有30%至35% 但其實它應該要強一點 其他品牌來說就更加強 但你要留意它的比率很小 升70%至75% 短期來說 其實體股股來說 相信都是強者恨強 如果市場真的這麼好 那可以回升 相信其實錢會流進去什麼呢? 我覺得都是強股 好 穩妥 它是更加大的 好像主力龍頭 剛剛這兩隻 安達 其實可以怎樣看呢? 如果大家博去短期 真的不理會大事 或者本身這隻股 走勢相對上比較維持 做一個強勢的話 去短期上真的追進去 全部這些說明是短線 向上 當然是看破頂的 向下 要看什麼位置呢? 看著1702個半 如果跌穿了1702個半 甚至乎如果多走幾天 但我都覺得你穿了星軌 或者你穿了1702個半 其實都應該要考慮去走 如果你真的走短的話 這些就短期薄反彈 看看去上網多少 另外一隻是什麼呢? 李靈 李靈 你也是薄去 有沒有機會去破頂 之前這些 抽上去是什麼呢? 發營起 破頂是什麼位置呢? 105個半 這些就是之前做出來的頂位 其實這些很明顯就是 上方很明顯有個孤壓 對下來 叫整固圓 向下很容易看的 穿了今天的低位 85.5個半 就要走 短期薄反彈 因為你拉長的升跪 其實是去到80元 不是說差很遠 但又不覺得 如果你想找一些東西去反彈 有機會 可能有些升幅 我覺得不喜歡放得太遠 放回就85.5個半 跌穿回今天的第一位 就應該要走 第一個 就看育用品的SETA 手機用品的SETA 手機用品的SETA 確定裡面 行動 行動 也不太熟 玩 車子